先炒香蒜頭 然後再炒洋蔥 炒到有點透明炒香之後 把杏鮑菇 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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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入颗粒状的红萝卜 一起入 然后放入 一些糖 还有一些盐巴 放入酱油 放入胡椒粉 胡椒粉 让它煮小火煮个十分钟 把煮好的素食酱放入 油饭当中 搅拌后一后 将搅拌好的油饭 再放入锅内 再加一点香油 拌炒均匀 将水分稍微炒干 因为这次的比例 有一点水分太多 有点尖湿 所以 虽然本来就想要做比较软的油饭 但是它有点开心 所以稍微再把它炒干 拌炒均匀 拌炒这个油饭 拌炒到 手有点酸 来呀 试吃时间 选一个地方吃一下 这是故意做有点软的油饭 因为我意识到你有不能吃太硬 试试看 刚才居然蚊子乱入 味道不会太咸刚刚好 可能吃的时候加甜辣酱 应该是会更好吃 还ok 口感偏软 比我预期的偏软了一点点 下次再调整 看一下我们这个 红萝卜 耗性包菇 我找一下面筋 面筋跟豆干筋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嗯 还ok 虽然这油饭没有肉 但是吃起来我觉得还蛮ok的 还蛮刷脆的 会一直想吃 红萝卜的地方 红萝卜 口感还可以 没有太烂 有软但没太烂 嗯 素食油饭 吃了没有肉 蛮轻松的 yes 对